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呢传说金正恩已经秘密到达了北京 朝鲜领导人啊过去都有秘密访华的这个先例 从金日成到金正日 他们多次访华都是采取秘密访华的这个方式 尤其是金正日他来无影去乌东 他每次到中国来都是到他已经回到平壤以后才向全球宣布的 那么这两天细心的中国人已经发现了 从整个朝鲜和中国接壤的丹东火车站到北京沿线 中共给予大量的军警戒严 然后在北京城就发现了李氏金正恩的坐驾 那么通过细心的北京市民的观察 以及各大新闻社的追踪 基本能判定这次是金正恩秘密访华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大家都知道习近平在十八大接任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之后 他一直没有接见过金正恩 那么金正恩也是在继任他父亲金正日的职位以后 他也没出访过任何一个国家 按照惯例朝鲜的领导人 无论是第二代还是他这个第三代 也就是金正日他上任以后 第一件事就是出访中国 过去中国也有很多领导人 在接任总书记之位以后 第一个出访的也是朝鲜 那么金正恩为什么一直没有出访中国呢 这和当时的中朝关系有极大的连接性 习近平对金正恩是抱有这个观察 是抱有观察的态度的因为金正恩他继续继承了他父亲金正日制造核武 向世界挑战 用邪恶的方法向世界挑战的这个方式 那你说中国不邪恶吗 中国更邪恶 但是中国要利用朝鲜 而朝鲜他也想利用中国 因此习近平在和金正恩在互相利用的过程中 当他们没有达到最大的能够利用对方的时候 他们就没有在双方就没有见面 虽然中朝双方都有一些互访 曾经习近平还派李源潮出访过朝鲜 那么朝鲜在金正恩他杀害了他的孤父张成泽之后 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一度降入冰点 那么这以后大家都看到了 朝鲜他继续制造核武 同时他对内极端的恐怖 对外他极端的耍流氓 而金正恩已经达到了不知的手段 把他哥哥金正男都干掉的这个地步 那么说明金正恩他根本就不考虑 他所作所为要考虑中国是什么感受 那么同样在国际方面 因为全球都在对朝鲜施压 尤其川普继任总统以后 川普不断的对朝鲜 在军事经济贸易外交上的制裁 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大力度 同时川普一再和习近平的会谈中 都是希望习近平能配合川普去制裁北韩 那么习近平他每次都阳奉因为 表面上他要和川普去勾兑 但实际上他暗中去挑售朝鲜 他以为朝鲜还像过去中共耍了60多年流氓的 这个小流氓跟着中共这个大流氓一起在国际舞台上面 去这个狐家虎威呢 其实三胖有三胖的想法 三胖他省事多事 他完全看出川普这次跟他是动真格的 因此在三胖他熬过了去年这个冬天之后 他才感觉到眼看他这个政权 受到极大的要崩溃的边缘时候 他突然伸出橄榄枝去参加了平昌冬奥会 他首先玩转了文在寅让南韩给他充当了一个垫脚石 那么由于南韩和北韩的这个冬奥会的这个友谊 打开了南北韩之间的接触之门 那么金正恩又派他的妹妹金鱼正到南韩参加冬奥会期间 和文在寅有了过多的秘密接触 谢谢大家 同时又让文在寅派出韩国特使 到达了平壤 金正恩在接见了韩国特使以后 通过韩国特使直接给川普带话 那么我们就看到了 韩国特使到达美国以后 川普不仅是接受了金正恩带的话 而且他表示会在四月份左右 和金正恩直接会谈 这个消息的放出 是跟中共没有一毛钱关系的 中共一直认为 你美国人要想见金正恩 你美国人要跟南北韩谈 你必须通过我中国 没有我中国 你美国人是根本就不可能 跟朝鲜达成任何协议的 但是中共的算盘又一次落了空 北韩的三胖 直接把中共撇掉 跟川普见面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 南北朝鲜相会 川普金正恩相会 在这几个相会之后 谁已经完全给金正恩搅混了 作为一个小国家 一定要善于在大国之间搅混水 把各个国家都套进来 而且是玩弄各个大国 有鼓掌之中 从这一点上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才干 那金正恩甩习近平一百条街都不止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中国由于美国最近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 让十九大后和这次换届习近平推行中任之后的中国 遭到前所未有的经济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是川普和金正恩 在今年四月份他们率先相会 并且达成各种协议以后 中国就变成了局外人 中国最后就是看客 人家美国和北韩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跟你中国没什么关系 因此中国养了六十多年的这个条白眼了 想让他发挥点照应去咬人的时候 结果倒过来咬自己了 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挤了 他希望能够先与川普能跟金正恩会面 这样可能能够通过他对金正恩的一定的压力 同时也对金正恩一定妥协 让金正恩在跟川普见面时候 能打出有中国施压的某种牌 也就是说让金正恩跟川普的谈判里面 后面让川普看到金正恩的背后是站在中国的 如果你川普对金正恩不让步 那么中国也会帮助金正恩 这是我分析习近平所要达到的目的 那么金正恩怎么想 金正恩更聪明 金正恩想过我跟川普四月份会面 但是我在跟川普会面之前 我一定要有砝码 仅仅是谈完全弃合 这是三胖绝对不愿意的 但是如果不弃合川普又不答应 在弃合与不弃合这个绝对原则的问题上面时候 这时候三胖他把中国拖进来 因为把中国拖进来 他就可以借着中国的很多利益向川普发难 三胖腰拔水搅混的目的 就绝对要把整个国际形势绝对不能单纯的 让他看成是美国和北韩的问题 一定要看成是美国北韩加到南韩加到中国 甚至把俄罗斯和日本也拽进来 这是三胖的目的 过去搞六方会谈六方会谈 都是北韩一方玩你们五方 那么你们五方要想制约北韩 最终没制约都做 每次六方会谈最后想达成的就是让三胖弃合 结果三胖的合越做越大 没有弃过合 但是三胖每次都借助你们五个国家之间 相互的利益和相处的政治关系 来搅和这一谈政治浑水 在这点意义上来讲 三胖要比习近平高明的多 他即使这次选择访华 我觉得三胖也是明智之举 他到北京来 他无论跟习近平是真达成了什么协议 还是根本没达出任何协议 但是他访华首先提供的一个符号 就是让美国人看到 中国和北韩之间是有勾兑的 而这种勾兑 恰好就是三胖和川普谈判的砝码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这个大国小国之间的各种政治 而恰恰好这个小国 他玩弄大国之间 他就是应当把大国的水搅混 就是要把大国的经济利益 政治利益 外交利益 全部设计在里面以后 小国在你们摆平里面大国利益之间 然后三胖要找到自己最佳的利益点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三胖他的智慧远远高于习近平 那么他是否能跟川普达成他最后 北韩要达到的目的 我们是拭目以待的 我们大家都明确的能够认识到 你要三胖彻底弃核 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因为核是三胖跟世界谈判 和世界耍流氓唯一的武器 你让他没有核了 从此北韩问题就解决了 北韩绝不能让你们把问题解决 那么不让你们解决的前提就是什么 就始终要把他这个核武当作一个砝码向你世界叫板 那么叫板的过程中要把中国的利益加进来 因为他知道中国和美国最终他们是对立的 中国虽然习近平口口声声说中国和美国有一千个要好的理由 但实际上他知道中国和美国有一万个敌对的原因 中国这么多年来他培养的民众就是宣泄一种对美的仇恨情绪 中国始终把美国作为自己的对立面来给人民灌输 他们所培养的大大小小的教授专家学者 通通是在百姓中为了中共它的利益和中共这个国家机器的宣传 不应余力的抹黑造谣和污蔑 我们看到网上有一个视频 是中国一个南开大学的教授 军事学军事思想专业硕士的研究员 他的名字叫埃耀靖 这个是个部队的军事理论家 就这一个就这货 他在他的这个视频里面 你看他张狂到什么地步 祖国强大的基础是什么呢 国防不对 教育不对 经济不对 告诉各位 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是 也有广袤的国土面积 新加坡打死他也抢不了 首都就是国家 国家就是首都 骑轲转一天肯定转过来 看我们960万 路上国土面积 你们为自己是个中国人感到自豪了吗 五千年 谁还能再跟中国耗五千年 世界十大文明 我们可以说古埃及 古巴比伦 古希腊 古罗马 古印度 古巴雅 谁说过古中国 为九大文明都断线了 唯独中国 一直延续至今 尽管周边一族小霸 有失入住中原 很快被我强大的文化所同化 并自于自然的接受到中海民族 伟大 大家听众来 咱这文化 我说句夸张的话 同化呀 先进性啊 那八年抗战 咱们不是胜了 咱要败了 二百年一百年 日本就是我一个省 你信不 通化 当然没有好的 好的吸引他 改造他 坏的折腾死他 中共就培养这样的 所谓理论家军事家 就这样的人 他才把中国这个社会 一物在物 中国的民众和中国的小粉红 就是在这样的人的鼓噪下 所以他们的这个爱国神经 不断地跳动 中国的爱国 爱国贼和中国的这个强国梦 就是向爱人来宣示出来的 你看他说什么 他说世界上强大 是靠什么强大 不是经济 不是军事 不是外交 不是教育 是什么 是广袤的国土 新加坡强大 他首都就是国家 国家就是首都 骑个自行车就转过来 这个国家能强到哪里去 他这个都是误导民众 国土面积大就强大吗 苏联的国土面积小吗 苏联强大吗 整个苏联的GDP 不抵中国的一个广东省 你觉得苏联强大吗 那么你说国土面积小就不强大 德国国土面积 比你中国大吗 日本的国土面积 比你中国大吗 你看是德国强大 还是日本强大 还是你中国强大 中国强大 中国是外强 中干的强大 那么多在那个强调 说是文化 古埃及古罗马古玛亚 全部断成了 谁听说个古中国 这五千年历史 五千年历史不得了 五千历史传承 五千年历史传承到今天的 都是封建的招博 都是奴才文化 五千年历史传承的中国 到今天是跟世界文明隔得太远 把最垃圾最招博的中国文化 把它灌输给民众 他还在那个地方 说是中国如果当年被日本打败了 说是日本现在就是中国的一个省 这种夜狼之大 就导致他可以说错 奥巴马赶到中国来吗 来三个月就把他喝死 所以说中国的军官和中国的军事家 他们喝酒是行的 他们打仗是不行的 按照网上说 在16年4月份 是因为他在天津 这个喝酒把他喝死掉了 死者只有五十几岁 你别看奥巴马多牛 奥巴马过来试试 三个月喝死他 你信吗 这样的人 他对总个中国的宣传 他对整个中国小粉红和愤青们的鼓噪 就满足于中国人夜狼之大 满足于中国人这种大国梦 强国梦 但实际上 中国人所有英语自豪的东西 没有一样跟你是有关系的 那天安门城楼在卫额跟你有关系吗 那高楼大厦那个里面你占有一寸吗 那高铁高轻轨那些这个卫星上天 那些雄壮流这个阅兵仪式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吗 中国人引以为豪的都是跟自己没有关系的 恰好跟你有关系的 是你的社保有了吗 你的教育有了吗 你住院医疗有了吗 你的住房有了吗 你自己养老保险有了吗 你呼吸的毒空气取消了吗 你吃的毒食品没有了吗 这些和你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东西 你没有一样中国人有 而恰恰好是那些宣传的 巍峨的泰山 雄伟的长城 伟大的北京 灿烂的太阳 和你有关系吗 而这些东西恰好是中共不断鼓噪 让老百姓最自豪的东西 三胖也好 川普也好 就是抓住了习近平 他在中国按照中共的这种邪恶的统治 让百姓们始终沉浸在这种强国梦中间 在这个时候 三胖玩你北京与鼓掌之间 所以我们从今天 如果三胖秘密访华 虽然官方还没有得到证实 按照往次的经验 朝鲜领导人访华都是回到平壤以后 才有官方宣布 所以我们现在虽然还不能证实 但是这个消息绝不空穴来风 如果三胖这次到北京 一定不是北京赢 而是三胖赢 三胖玩弄你北京 玩弄川普 而不是你北京有本事去玩弄人家三胖 而不是你北京有本事制约人家三胖 制约人家川普 中国在世界外交舞台上面 就像我们中国过去一句老话 叫赔了夫人又责兵 中国总是贴钱贴资源贴脸面贴笑脸 最后什么 最后换来就是一个强国梦 就是自己自我安危 然后回家喝茅台 喝到最后醉胜梦死 所以中国人有那么多像爱死的这些军事专家 军事模式就有多少小粉红最终随着他一起追随他的强国梦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